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1号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方对此有何看法 华春莹说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 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 很多举措远超过国际卫生条例要求 中方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华春莹表示 同时中方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态度 向有关各方及时通报疫情信息 分享病毒基因序列 世界卫生组织及许多国家 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华春莹说 中国同世卫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和良好合作 世卫组织专家赴武汉进行了实地考察 总干事谭德塞于日前访华 同中方就疫情防控工作充分交换了意见 对中方的防控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对中国抗击疫情为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 表示高度赞赏 中方愿继续同世卫组织及各国一道 共同维护全球